《建民論推搶》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2號是《建民論推搶》的第2189集 那麼我們今天的節目呢來談一談呢 就是中共央視啊 它剛剛播送的一個大型的宣傳紀錄片叫赤城 那么这个赤城主要是纪念了习近平的父亲习中逊诞成110周年的 那么这部纪念宣传片究竟是纪念习中逊还是歌颂习近平 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 也就是我们根据央视在星期天11月26号开始播出了一个最新制作的大型纪录片叫赤城 专门纪念习近平的父亲习中逊诞成110周年 而这部纪录片里面呢现年已经97岁的老太后齐心呢也促进受访 强调习中逊生前呢对子女呢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除了要求他们坚苦朴素之外 第二个要求他们将来就是一旦做官了或者是发达了 绝对不可以致命不凡不能撬尾巴 这是呢齐心老太后呢她促进了对子女的勉励 同时也告诉我所有习近平也好 谢远平也好齐乔乔齐佳佳也好 你们发达了你们做官了 你们赚钱了 别忘记你们老父亲对你们的勉励 你们不能撬尾巴 那么这句话显然是对习近平更合适了 因为尾巴翘的最高的显然是习近平嘛 整个这部片子你基本上可以看出 完全是在蔡奇的直接领导下是央视总台的这个台长盛海雄呢 直接策划下以吹捧习近平为主 也主要就是扒告习近平啊 说习近平主要是他妈他跟着苗红 基本套路就是习近平有着非常深的红色家族背景 他父亲习中逊毫无疑问来讲是好人 那么他父亲是好人他就肯定不是坏人了 他继承了他父亲好的基因嘛 习近平自然也是好人嘛 也就是这个纪录片呢 他反复向别人去宣讲的 就是习中逊他本人是大家公认的好人 那他儿子也应当是好人了 但是你看看习近平究竟是习中逊的儿子 还是更像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他是什么好人呢 这个宣战片反复强调习近平的红色基因之后 那么习近平主要是通过这个片子 来展示他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了 他不仅仅是给普通老百姓看 他更重要是给中共当局很多已经退休的元老看 因为只有习近平他认为他是红二代 他是红色贵族 他的权力是军权神授 他才是红色江山的接班人 你们谁对他的执政不满那你们要检查检查 你们是不是红色接班人 你们有没有红色基因啊 因为中共现在大部分已经退休还建在的共产党元老 基本上从胡锦涛温家宝那一朝开始 他们大部分都是草根出身嘛 什么贾庆龄了 李长春了 这个包括张德江张高丽了 这些人哪一个是红二代呢 他们跟习近平怎么能比呢 而习近平作为是习中逊的儿子 他更像是毛泽东的儿子 他遗传的未必都是习中逊的这个基因 他遗传的更多的是毛泽东的基因 所以在整个这个宣传片你可以看出啊 他不断的扒高习中逊 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出很多是高级黑也是低级红 有一个片段谈到习中逊呢 他是1965年就被打倒了 他打倒以后是被中央把他下放到河南洛阳的 他去洛阳的时候是周恩来安排北京卫戍区派人看管他的 一直到1972年 也就是习中逊他已经在自己被关押 七年以后才跟家人见面 那么习远平呢 就是习近平弟弟啊 他曾经有一篇回忆文章 回忆到他父亲跟他那次见面时候 他有一个具体的描写 他说是文革中有近八年时间 习中逊是被关在北新桥交通干校 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子里面 几乎是与世隔绝的 一直到1972年冬 当时习中逊呢在中央的批准下才可以呢 跟齐心和他的儿女见面 而那一次他们父子分离呢 已经达到七个多年头 那么这七年过去以后 习中逊初次见到两个儿子 他已经基本上认不出来 习远平的回忆文章里面说 七年后再见他的父亲 看到他父亲的形象呢 已经跟七年前他记忆中的父亲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他父亲一头乌发呢 已经不见 又瘦又老两病斑白 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等到他看到两个儿子以后 他第一句话问的 你们谁是近平谁是远平 也就是他们根本就分不出 这两个儿子谁是谁了 所以讲到这个话时候呢 当时他们全家人呢都哭了 他父亲的累税也多况而出 明明是生一死别接后重逢 央视把他宣称的嘛 宣称这是党性的需要 也就是党要你们分离 你们就要分离 党让你们重逢就是要重逢 也就是你们一家的命是组织上的决定 你们要永远拥戴党组织 伟光正嘛 所以说习近平从他自己家庭 当年遭受共产党残酷打击的这个现实来看 他自己现在打击任何一个共产党人 他都认为是组织需要啊 当年我们家不也被组织上打倒过吗 而他从来没继承过他父亲那种宽厚善良 政治为人的那种良好的品德 他现在所继承的大部分都是毛泽东二次文革 以及毛泽东当时残酷冷漠 并且对别人往死里面整的是继承的毛泽东的文革一封 看不到的是哪有什么西中心的影子啊 邓小平活着的时候 习近平还只是浙江的一个绳长 还没有冒头 如果邓小平活着的时候 那时候习近平已经冒头 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来培养的话 那习近平是断然接不倒班的 如果邓活着的时候 作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培养的资格都不会有 不是邓小平看不上习近平这个酒囊饭呆 关键是邓小平对习中逊有很强的敌意 尤其在六四的问题上 邓小平和习中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态度 这也是习中逊在自己晚年被邓小平提前退休以后 他一直在深圳住了12年的原因 1990年10月份 习中军就被邓小平提前安排下岗了 这个下岗就是因为他在下岗的前一天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 他以副委员长的老资格发表了一个讲话 那他当时讲了什么呢 他当时讲了很多他当年在西北地区闹革命的历史 各个根据地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很多人尤其是党内的高级干部互相猜疑 莫名其妙让很多本来对党做出贡献很大的人 白白送了姓名 他说的很激动啊 他说不要把不同意见的人都看成是反对派 要么就把他打成反革命 一定要保护不同意见嘛 要重视和研究不同的意见嘛 此前他在全国人大任职期间 习中逊就多次对他部下讲过 要尊重和保护不同意见 有一次全国人大讨论民法通知的时候 当时习中逊就说谁都爱听好听的话 听赞成自己的话 但是这一类的话多半都是假话 都是捧场的话 都是敷衍应付的话 我们既然是征求意见 那我们目的就是要听大家真实的话 对各种补充意见的无论这些意见都不尖锐 对我们呢就不要那么显示自己很不高兴 他说现在中央很多高级领导人 他们往往对别人提出的不同意见呢 就很不高兴 动不动就认为你是你小子拆我的台 有权人有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发言的那个人往往是没权的 只是他谈的是争执着见 而有权的人听他的话不舒服 往往就把发言的人呢 把他打成反革命 然后呢把他一路到底了 因此习仲勋就说根据我党这么多年来的历史教训 我一直以来总是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 从我党的历史来看 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 对他个人造成的伤害太大了 动不动反党联盟了 反革命集团了 右倾投降了 左倾投机了 他说我个人经历几十年的革命斗争 我至少经历了有几十起上百起 但是最后呢中央查清楚以后 绝大部分人提的只是一些意见 属于思想认识问题 有很多意见都是正确的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人大不能建立一个不同意意见保护法 规定任何人提意见不可以随便追究 即使你提的意见是错误的 也不应当受到处罚嘛 所以说习近平根据自己在历史上多次被共产党打倒的经验 以及他自己正确看待党的历史 他本人表示在我党历史上对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即使没有打成反革命 不把它算成第五矛盾 把它判刑坐牢 至少也会进行组织批斗 一会儿关紧闭啦 对提不听意见的人要么降职降薪 要么调离重要岗位甚至开出党籍 我说的保护是要保护这些提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本人的一切个人权利不受刑法的打击 也不受其他处分 只有这样才能畅所欲言 让大家对党开怀去提出自己所要表达的各种意见嘛 但是这条不同意见法 那么在习中勋倡导以后也一天没有执行 那么为什么没有执行呢 因为邓小平不舒服嘛 尤其1990年里讲的话 显然是对六四的结论 习中勋表达相当的不满嘛 所以说邓小平就宣布 你习中勋赶紧退休回家养老 你别再次发言 你发言邓小平的不舒服 那么习中勋是明知道邓小平不舒服 那你不舒服就不代表我就不讲 习中勋照样讲 所以习中勋在人大常委会上就说 对于什么叫反党什么叫反社会主义言论 习中勋明确地表态 这是一个很难掌握的界限 例如改革开放之初 他说我在广东省工作 建议中央批准在广东建立经济特区 当时就被中央很多人视为向境外资产阶级投降啊 但是我们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十来年了 现在还有人说我们是改革开放 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吗 如果有人对现行政策提意见不同意见 马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那我们国家还怎么搞改革开放呢 所以说呢 习中勋呢 他明确表达既然你邓小平也是支持改革开放的 当时提出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有人有不同意见 那些人是不是也应该把它打成反革命反党联盟啊 那么最终就是实现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 既然改革开放现在我们坚持的好 那说明我们当时改革开放是对的那些反对的人 我们用事实告诉他们他们反对错了 如果当时把他们打成反党联盟 那么显然就是嘛 显然就是排除一切异己嘛 不是党同反义嘛 那么习中勋的话呢 邓小平听的是相当不舒服的 作为当时掌控中共最高权力的邓小平 当然容不下习中勋 他本人对这个8964镇压的说三道四 邓小平听完底下人对他的这个汇报说是 习中勋副委员长昨天又大放厥词 又在说是要提不同意见 要对他们保护 又可以对党的各种政策提出不同看法的时候 邓小平就告诉人大马上安排 习副委员长退休让他赶紧退休 并且邓小平不要看到习中勋 而习中勋的时候呢就只打到恢复到广东 一下子在深圳呢就住了12年 这样也就是说习中勋在深圳住这12年 他基本上什么很少回北京 更不愿意跟邓小平见面即使是党的重要的工作会议 习中勋经常也是成病不来的 从习中勋的发言 你可以看出习中勋比习近平要有良心的多哦 当年如果不是胡耀邦主动安排 接见其心和其脚脚听取习中勋个人情况的汇报 并且主动把习中勋平反的资料交给华国锋和叶剑银 在胡耀邦的一手主持下为习中勋平反 哪来的习近平他自己可能在他自己清华大学功努名学院之后 能够到耿彪办公室去当秘书啊 没有习中勋的官复原职 哪来习近平这个红二代最终可以得到一层层提拔 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序列 最终从县委书记提拔到市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到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 最终一直当到了储君 然后被培养成国家最高领导人啊 所以说习近平没有这个良心 但是习中勋比习近平要有良心的多 对胡耀邦曾经解救自己 以及胡耀邦对党内的开明作风 习中勋是给予极高的称赞 并且呢在关键的时候是采取站在胡耀邦保护胡耀邦一边的 1986年末时候当时中国发生了第一次八六学潮 也就是很多人只知道八九学潮 因为八九学潮呢是被邓小平用坦克车机关枪镇压了以后 很多人才了解这个血腥的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 实际上这个八九学潮它的酝酿期在八六年就开始 八六年是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率先发起了 这个八六学潮 然后是我们江苏南京率先响应 北京上海同时呼应以后形成了八六学潮 那么这一次八六学潮被中央认定是文革结束后 第一次全国性的要民主要自由的学潮 当时中共高层领导人相当的慌张啊 邓小平和彭真 杨长坤王震博一波等中共元老把血潮发生的这个所有的原因 归罪于时任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这件事让胡耀邦背锅 把胡耀邦赶下台 所以到了一九八七年一月份时候根据邓小平的指示 中共元老呢就在家里面召开了一次所谓民主生活会 这个民主生活会根据胡耀邦的秘书林沐他回忆说 当时在这个民主生活会上面 中共元老博一波彭真和王震一起呢对胡耀邦进行了逼宫 要求他呢为八六学潮背锅 指责他自己呢是控制精神污染不力 导致全国性的学潮对我党冲衡的发起进攻的时候 习仲勋听他这个话以后习仲勋相当的生气啊 他指责博一波彭真和王震就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们怎么可以通过一个民主生活会 对党的最高领导人对党的总书记进行逼宫的游戏啊 你们想再演出一次逼宫的场景吗 这个所谓的逼宫就是当年邓小平陈云组织的一批逼宫华国锋的场景 习仲勇指的这个逼宫就是什么 就是指这帮人在重演当年逼宫华国锋 因为当时华国锋是党中央最高领导人 是共产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还接任着国务院总理 而邓小平陈云率领的一批中共的这些元老派对华国锋进行逼宫以后 在中央的这个工作会议上面 恩把华国锋他本人最高领导职务一路到底全部霸光 让华国锋提前追求 那时候华国锋只有五十多岁啊 连六十岁都不到啊 所以说当年那场逼宫的游戏本身就是党内的一次宫廷清算 现在呢彭真播一播和王正呢再次对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 再次在一个小组生活会上面展开了逼宫的游戏 所以习近平看不下去啊 他拍着桌子就说太不正常了 生活会上怎么能讨论党的总书记他本人的认知问题呢 这是完全违背党的主席原则的嘛 如果你们现在开了这个头以后就意味着党的最高领导人 你们可以在家里面开个生活会 随随便便就把党的最高领导人就罢免了 哪一个组织哪一个国家的党章能够规定 能有这样的一个组织程序 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做法 也就是呢习中信相当看不惯王正播一播和彭真他们的做法 而胡耀邦呢当时呢就劝解了习中信 跟他讲习老你别着急 我呢是不在乎这个党中央对我的这种要求 既然呢你们都不希望我干 我也已经考虑好了 不让我干我就辞职好了 所以胡耀邦主动站出来说是他辞职 因此八六学潮最终之马就是把这个黑锅背到了胡耀邦手上 这也有的胡耀邦他自己心里面一直郁郁不欢 到了1989年有一次胡耀邦他因为呢心里面非常郁闷 然后突然心脏鸣爆发就去世了 胡耀邦的去世才点燃了八九当时的导火索 也就是有学生上街悼念胡耀邦之后 最终发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的六四民主运动 所以说这都是什么六四的来龙去脉 那么镇压了六四以后 邓小平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谈对六四的镇压 对六四的结论 他要求对六四的结论要永远保持任何人都不许平反六四 而这个过程中像西东旭那一批老同志 他是完全是不赞成邓小平你当时所做出的这种决定 首先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对他们进行开枪和屠杀 这就是违背人伦的 你任何一个党都做不出这种残暴的事情 你邓小平怎么能坚持这样的结论呢 所以是习中旭一直是不满的 邓小平当然知道他不满了 而这种不满就导致了嘛 习邓两个人从此嘛再也没有往来 1992年邓小平当时南巡到了深圳 到深圳在深圳待了大致有半个月 而这个期间邓小平也住在深圳银宾馆 习中旭早就住在深圳银宾馆 一个住在三号楼一个住在五号楼 邓小平没有探望过习中旭 习中旭也没有探望过邓小平 虽然两个人只是一楼之隔 大家都在一个大院里面 但是鸡犬之身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也就是邓锡两家他们之间的这个上一代所接约 这个矛盾已经非常非常深了 邓小平的历史上无数次排举和打击过习中旭 包括习中旭这次被解放 也是胡耀邦叶剑英和华国锋批准 邓小平难不输 但是邓小平主政中央在搞倒华国锋以后 他对习中旭一直是没有好脸子的 而习中旭的时候呢 就在广东工作也不愿意到北京去 而邓小平看到深圳特区已经搞出来了 而且深圳特区建立的非常成功啊 那邓小平就要贪天之功 把这个所有的功劳摆在自己的功劳部上 他就把习中旭要从广东赶走了啊 如果这时候习中旭继续在广东 那显然这个领导深圳特区不是你习中旭的功劳嘛 所以他就把习中旭安排到人大常委会 干个副委员长弄个闲职 而深圳这个实验天变成了他邓小平总设计是亲子设计的了 所以说历史就是这么变迁的 当然了习近平现在把他反过来 就是把深圳特区完全安在自己父亲的头上 跟邓小平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也是嘛是交往过正 也就是设立经济特区实际上是在华国锋同意 由国务院当时副总理谷牧率先提出谷牧和习中旭反复调研以后 他们先提出的设立特区的方案 那么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邓小平大力的支持也得到了华国锋的批准 深圳特区就开始呢开始进行实验等到深圳特区越卷越好以后 邓小平是给予极大的关心 并且呢确实做了亲自的指导 而把习中心调往北京以后 整个深圳特区的建设和深圳特区的发展 邓小平探天之功就把所有的功劳垄为自己了 就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了 因此深圳的建设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多个人 他们栽培合他们的心血 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功劳也绝对不能抹杀习中逊的功劳 同时也有花国锋和古墓他们创建和批的深圳特区他们所做出的贡献 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谁都不能够去抹杀的 只不过呢很可惜历史都是胜利者所写的 因为邓小平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在那个年代所有党史所有对深圳特区建设史上面的描写 全部嘛全部把别人的功劳就通通抹杀了 换成邓小平一个人 现在习近平掌权了他又去回归历史 在这个历史中又过分的扒告了他父亲 而埋没了邓小平的功劳 这无论是邓小平埋没习中逊 还是习近平现在去推翻邓小平 这都是不客观不历史的 我们正确的来看也就是深圳特区是这一批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 他们共同栽培经济特区他们所做出的集体贡献 谁的功劳都不应当抹杀 谁也不能把别人的功劳放在自己的功劳布上 习中逊作为中共的元老他本人经历了中共党内斗争多次的历史 他本人历史上经历过三次被排挤被打倒的历史 第一次是在陕甘宁边区 当时把他当成突派当成特务差一点把他活埋了 那次呢给他的侥幸逃生 第二次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之前率先就打倒了这个习中逊 在一九五几年时候当时对习中逊进行批判 主要是中央对刘志弹问题的认识 当时呢写了一本小说 被毛泽东认为是用小说来反党是一大发明 而这个小说刘志弹认为是跟习中逊有关 因此呢中央当时对习中逊呢展开了这个批判 习中逊连着交了几次检讨都过不了关 而整风的这个组长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始终让习中逊过不了关 后来还是毛泽东眼开一面算了 让这个习中逊就简单过了关 但是呢没想到六十年代初 习中逊又再次被毛泽东打倒 那么这次打倒一下子呢 就让习中逊经历了十几年的留棚生活 在监狱里面他装疯卖傻吃屎吃尿 最终就是给他活下来 活到毛泽东死以后得到了平反 那么平反之后一直到一九九零年 也就是八九六四之后 他对整个邓小平所执行的八九六四的 这个斗争方式表达强烈的不满以后 邓小平就让他再次退休了 因此历史上西邓两家的矛盾是相当相当深的 也就是这两家矛盾从上一代 从邓小平和习中逊开始 就戒约非常非常深 到了邓朴方和习近平这一代 那么邓朴方他肯定是对习近平 现在走着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相当不满了 因此邓朴方就曾经在一次残联大会上面 利用残联主席的身份 对习近平展开了直接的批判 很多话语都是直指习近平这个人质打财数 这个人去断绝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前程 也是他把党的改革开放事业毁于一旦 那么习近平看到了邓朴方这样讲 他就狠狠地报复了这个邓家 除了抓了邓家的外孙女婿之外 同时狠狠地警告了邓家 而且是撤掉了邓朴方残联主席的职位 也就是邓锡两家 他们的这个矛盾是非常非常深的 那么邓家是不满习近平 他能够去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而习近平他也是利用自己手上的权势 抱了自己祖上被邓小平曾经多次打击和排挤 抱了这个一箭之仇 那么问题是习近平你现在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啊 你抱这个仇抱那个仇都是公报私仇 而你怎么样去治国理政 怎么样去稳定你的江山 对于习近平来讲现在是忧心忡忡啊 所以前一段时间曾经社会上出现一本书 叫《勤政的亡国之君》 这本书是介绍崇祯 他虽然非常勤政 但是最终的大明朝王于他手 这本书很快就被禁了 也就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习近平怕人家拿他跟崇祯比啊 总有人是愿意把习近平跟崇祯比的 其实如果真的拿习近平跟崇祯比 我认为对崇祯是真的不公平 一个是亡一个是匪嘛 崇祯不是最糟糕的亡国之君 他的继位也是处于偶然 就跟习近平的继位基本上也处于偶然一样 所以他们相似之处是有的 但是不同之处更多 因为崇祯从来没当作皇储培养过 到18岁的时候才偶然登基 他一举拿下了魏忠贤历经图治 但是这一点跟习近平呢有点相似之处 也就是习近平知道到上海担任市委书记之后 那时候他都不敢设想 他有一天会到中南海主政 可以接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这个职位 而崇祯呢他本人自从拿下魏忠贤 担任了大明朝最后一任皇上以后 他本人是一气风发 很可惜呢崇祯跟习近平一样都有共同的弱点 就是自打财疏尤其是崇祯的运气很差 他不懂军事还要跟习近平一样 他呢要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最终就给了李自成给了闯王很大做大的机会 崇祯默契百姓穷苦没钱 朝廷也没钱 那么这时候贪官物理家里面金银财宝对成三啊 崇祯呢他的错误就在于他不够狠 他没有像习近平一样用八批抽筋的方式 逼着这些贪官反腐以后没收他们的财产 他相反的他是跟这些所有的大臣们跟他们借钱 而所有的贪官们看到朝廷如此结局 他们没有一个人为朝廷分忧 相反他们一起呢跟皇帝哭穷 连崇祯自己的老丈人 当他自己的女婿跟他借钱之后 他都微微参参的拿出几两碎银子说他是没钱了 那么最终就是崇祯在这些富可敌国的大臣手上一分钱没借到 没有钱去派兵没有钱去御敌 最终李志成就打到北京来崇祯就上吊自杀了 而李志成来了以后对所有明朝的旧城 从他们家里面搜刮出来的那个金银 大明用上一百年都用不完啊 所以说呢崇祯输呢是输在他自己太守规矩 不够流氓不够权术 这才是他失败的原因 而论取之大才出过钢笔之用崇祯只想忠心大明 而习近平的目标远大了 习近平的目标不仅仅是嘛 是要恢复中华啊 他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给全世界指明方向啊 所以说崇祯很多缺点 习近平都有 但是崇祯的优点 习近平几乎一个都没有 最终崇祯是失败自杀 中国人总是以成败来论英雄的 对崇祯自杀而死 然后说他是一个懦夫 说他是一个亡国之军是不客观的 崇祯十七年换了五十多个宅相 我们可以认为他是诗人不查 那么你觉得习近平用人他就没有诗人不查吗 他不是今年刚刚任命了秦刚担任外交部长 李桑福担任了国防部长 这两个国务委员屁股还没坐着 不就是通通都给下台了 难道说他不是用人不查吗 而崇祯自封简朴也有那间的哑量 六次瞎最急着 习近平掌权十一年 他什么时候对自己有过自责呢 烂尾工程比比皆是全世界大傻逼 摆光了江湖两朝积攒下来的 基本上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所有家业 但是呢现在呢已经走到了穷中没落 而习近平是绝对不认错的 在国际上是处处于西方文明为敌 西方制裁伊朗就站在伊朗一边 西方制裁俄罗斯就站在俄罗斯一边 美国制裁朝鲜就站在朝鲜一边 哈马斯进攻以色列就站在哈马斯一边 塔利班那么邪恶居然世界上在塔利班派出的第一个大使 就是来到中国 就是中共第一个接受海外塔利班派出的大使 居然就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 所以说共产党总是站在最邪恶的一边 习近平总是站在反美反西方的邪恶力量上 这种人他所制造的将权应有不亡正理呢 所以说崇祯他死 死在自己制大才处 死在自己用人不杀 死在自己没有认清他底下的这些贪官们 他们根本就不能为国家处理 而习近平死是死在他自己刚愎自用 死在他自己根本不自量力 死在他自己已经把国家折腾了嘛 根本没有前进的动力 因此习近平肯定是会补从政后政的 历史上未来来讨论这两个人时候 习近平在历史上所做的贡献和威望 要比从政要低得多 所以央视尽管派出什么赤神歌颂习中勋的片子 表面上歌颂习中勋实际上来赞美习近平 再这么涂脂抹粉 习近平都逃不掉亡党亡国 自己作为亡国之军的命运 好 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